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欢迎回到我的彩妆频道,我是Jane 是的,标题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是关于卷发 用到的分别是两个卷发棒 这个牌子是在韩国很有名的一个专业美发品牌吧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都熟悉 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做三款不同的发型 有两款用的是这一个40的 然后还有一款用的是这个36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卷发棒 这种呢是带有这样子夹的 可以夹住你的头发 我个人更偏爱或者说更推荐这种 因为它们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我记得当时买卷发棒的时候 觉得怎么有那么多的直径 那么多不同的选择 那如果是你也不是很确定用什么样的 这个粗度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很长的头发的话 你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比较直径比较大的 就是比如说40mm以上的 那如果你的头发比较短的话 我比较不推荐使用这样子比较粗的卷发棒 这个直径越粗烫出来的效果呢 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自然一些 OK好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 第一个发型呢我们烫的主要是发尾的部分 所以这里用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卷发棒 这个是一个Budana的40mm的 那这样40mm的这个卷发棒更适合烫出一些比较自然的 然后有空气感的一个卷度 那如果你想烫出比较明显的卷度 或者是你的头发是属于中长度的话 我更推荐这样子36或者是32进度的卷发棒 头发呢是就是刚刚洗过的 除了完之后呢喷了一些这个护发素 你有听见我猫咪一直在背景叫吗 又把它关起来要不然它会在背景狂窜 那因为这个发型呢不是很就是注重层次感的 所以我会把头发先分成两半 首先从后面开始 那每次拿的这个量呢大概就是这么多 就是两只手可以夹紧的这个量 先从头发中间这里中段开始夹 然后向外啦 在发尾的时候呢停顿一下 然后这样子上上卷起来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往里卷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夹子要向上 那如果你想向外卷的时候 你的夹子是向下的 要不然的话就会烫出那些 就是不是很好看的折子 可以看得出我头发其实发尾很薄 因为之前有打薄 所以说这个发型的话 真的如果你的发尾的量 发量更多的话 会烫出来会更好看一些 你们可以看我在烫的时候会注意把这个角度是90度的 就是跟头发是横着拿的 那我们想要的效果呢是那一种就是上外或上内卷的 你们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发尾微卷的感觉 然后上一卷 好现在来烫最外面一层 如果你头发是那种比较 剪得比较齐的话 然后没有很多层次感的话 烫出来的话应该会 更像那一种 有一种乖乖的感觉 这个发型其实也很适合办公室 因为它蛮低调的 然后不是那一种大波浪卷 看起来会有点小清新的感觉 还蛮适合上班的 先从后面开始 先夹住 然后卷 那看你头发的这个软硬度 大概烫个三到五秒钟 我还蛮喜欢这个卷发棒的 因为它前面这里的话完全不烫 所以说如果在你需要 就是用另外一只手卷的时候 完全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像上面或像外卷的这个 效果呢看起来会比较的明显 因为我这边的头发发量比较少 所以我会更多的向外卷 这样子呢看起来视觉上看起来 头发会更多一些 现在看起来有点乱 但是你再过一会让它的这个 以空气接触一下 它就会变得稍微的更顺一点 我的刘海现在其实已经长到一个 嗯尴尬的 比较尴尬的阶段 这个时候呢 我会像这样子 然后像后面上外卷 卷卷它 它烫出来的效果就会很自然 另外一边呢也同样 上外卷它 头顶也不要忘记哦 因为头顶的头发经常会比较塌 这个时候呢 这样子大大的去卷它一下 这样子呢 后脑勺的造型看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那如果你是上班子的话 这个时候我会推荐你把头发 前面这样子挡起来 OK第一个发型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 只在发尾下功夫的一个发型 然后很适合去办公室 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场合 反正比较多 或者是中长发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 在这个发型之前呢 头发一定要梳开来 因为我们这次想达到的是 一个很自然的效果 然后有一点空气感的那样子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头发一定不能打结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顺 OK先把头发分成上下两层 上面一层呢 用这样的压嘴夹固定起来 这个发型要求的效果是比较自然的 所以我头发 每一桌头发会抓的稍微多一点 从发尾中间开始夹 然后把头发这样子卷上去 夹子呢是开着 夹住 然后轻轻的向很慢的 向发尾这样子拉起来 为了让这个卷更持久一些呢 我会再重复两次这个动作 夹板是先夹开的 然后头发这样子卷上去 慢慢地向快到发尾的时候呢 再往上重复一遍这个卷度 我们看看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非常自然的 一个有一点轻微 S的形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的这个卷发棒 拿着也是横着拿的 和头发保持90度的角度 这样子呢卷出来的 卷更有空气感 然后是比较大的那一种 自然的卷 它卷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比你想要的效果 再夸张一点 因为它的卷 多少都会 塌下来一些 OK我们大致上 这边就探好了 然后下面开始探 另外一边 中间脚撒开 然后头发卷上去 慢慢地向外黑 再往里 重复一遍 你看卷出来的效果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S卷 我会在发尾的时候呢 稍微地停顿一下 前面的头发呢 我会像这样子 向外卷 拉拉拉拉拉拉 卷回去 就上面的这一束呢 我会像 这样子 像泥卷 因为它这样烫出来的效果 反而是向外翻的 它的头发其实是向外卷的 你看 叮叮 好下面头发呢 大致是烫好了 你们看它烫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自然呢 最下面的头发呢 我会同样地向里卷 然后轻轻地向外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 卷一下 烫出来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so 很自然 前面的头发 同样我会向里面卷 卷 那么 我会像这边 我会像上个发型的方式一样 会将它向外卷 向后面卷 轻轻的烫出一个形来就可以了 超级自然 然后带有空气感的韩式发型就烫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稍微的将它打乱一点 或者是说松开一点 让每个卷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这样子绑起来 然后揉一下 OK 最后这个发型呢 用到的是一个比较细一点的卷发棒 这一个是36mm的 那你也可以使用32mm的 效果唱出来的是差不多的 首先呢第一步也是把头发分成两层 那我想唱出来是卷度比较明显的这个发型 所以呢我会先从中间偏上一点的地方开始 那这里与刚才两个发型不同的是 我会竖着拿这个卷发棒 这样子它烫出来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往头发根部这里卷起来 轻轻的松开 你们看这个就是竖着拿卷发棒烫出来的效果 会比横着拿的烫出来的明显很多 想要这个卷更圆润一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将卷发棒这样子斜着拿 对比一下之前我是这样子竖着拿的 这样子烫出来的卷会稍微的大一点 然后也更圆润一点 具体呢你是更偏爱哪一种效果 就看你的个人爱好啦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 我会把卷发棒拿的更竖一点 因为这样烫出来的卷会更明显 那你们也知道下雨的时候 那个湿度比较高所以呢 卷发很容易就塌下来 OK卷差不多都烫好啦 看一下对比 这样的手法呢也很适合来烫这个 Lob发型 这个卷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很有弹性的感觉有没有 我个人比较喜欢前面的头发向后面 就向外卷 然后后面头发向你卷 那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 然后找到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风格吧 娜娜宝贝 我的猫咪在视频的上面 来说一声哈喽嘛 把上面头发拿下来 前面的头发呢向外卷 这样的摊法其实也很适合那一种 我之前做过的一个发型 就是那一种起床头型 看起来很自然的 有一点小乱小颓废感的一个发型 后面的头发呢 向你卷 我的电池快没有电了 现在一直在闪 最后头顶上的头发不要忘记 卷一下 像这个样子 把它卷起来 OK 适合雨天的微波浪发型就完成了 这个发型看起来是不是比前面的两款看起来更俏皮一些呢 喜欢这次的分享的话 在下面给我一个大拇指 没有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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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